向國人同胞 向市民朋友們 尤其是受害者以及其他家屬 還有他的周邊的朋友們 來誠摯道歉 非常對不起 我想因為大學女學生命案 那台南市政府我們深感 歉意要向市民朋友道歉 那也需要向這個 受害者默哀 那在市政會議開始前 請各位同仁 起立位亡者默哀一分鐘 深刻記取教訓 發生這件悲劇 我想說作為市長 我應該負起完全的責任 深刻反省 檢討 其實誰無父母 誰無子女 我想我們都沒有辦法接受 最親近的子女 在青春年華正盛的時候 突然暈落 而且是在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這麼驚恐中 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那是非常深層的傷痛 我想我個人再次向國人同胞 向市民朋友們 尤其是受害者以及他的家屬 還有他的周邊的朋友們 來誠摯道歉 非常對不起 我知道 第一線的基層的遠景 還有第一線的公園 都非常辛苦 但是我也提到 工作必須賞罰分明 這次處理報案的程序中 的確是有疏失 我們應該更謹慎 更積極 避免被拒的發生 警察局戰局長 已經跟我提出自行處分 我們會在家屬善後 相關事宜處理完後 再來做最終的一個討論 但是我也必須要提醒 各位也包括詹局長 作為市政工作的主管首長 尤其是作為警政工作的主管 對於領導的責任 應該有所自覺 也要繼續教訓 這個不幸的案例 已經重創了市府的形象 以及警察同仁們的榮譽感 我想作為警政主管 沒有灰色地帶的托子 一定要名榮入 這點是對大家說 也是希望說 參議員可能您需要把這個工作做得更讓市民朋友們能夠放心 尤其大家對於治安工作的這個績效 是有所討論的 這點我相信 是整個市府團隊都有責任 但是作為警政主管 我們還是 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重建市民的信心 來自主擁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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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